第六段的部分 那整个泰雅当时的这个队伍分散的那个点 的地名叫做国立十八燕 为什么叫做国立十八燕 那是因为他们分开的当时 那很多数字被扯断 甚至他们背的这些淘气 也打破在那个地方 有一支队伍是往伊兰 南洋平原这个地方 那这个队伍的名称叫做 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大巴尖山往这边的是 有两个四群的祖先 当时祖先们在那个国立十八燕 这个地方分开的时候 他们一一不舍 他们在那个地方讲了一些话 他们就在那边哭泣 然后拥抱着 那他们的心就说 很舍不得就是分开 所以他们就彼此讲说 为的是泰雅后代子孙发展的空间 就彼此讨论说我们必须要分开 所以分开了以后 那我们相隔的距离可能会很远 甚至永远也都可能没有就是 甚至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见面的机会 所以到了就是我们人生的尽头 那我们走过那个彩虹桥的时候呢 我们就到彩虹桥的另外一个桥岸 那个地方再见面吧 所以祖先们就彼此的讨论 就彼此的鼓励说 不管你往哪里去 或者是你往哪里去 到了一个定点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工作 然后努力地生活下去 好 ちょっと